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玉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立足香港 聚焦中国 放眼世界全部事 美国、俄罗斯和北约 今周总共开出了三个会议 三场会议都讨论乌克兰的边境局势问题 事源早前有媒体引述西方的情报机构 说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界集结超过10万兵力 担心俄罗斯会大举入侵乌克兰 首先打头阵是1月10日 美国和俄罗斯首先举行安全保障会谈 接着1月12日 俄罗斯和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最后1月13日 俄罗斯和美国参加了欧盟的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 三场会议三方不论立场和取态都非常强硬 俄罗斯有坚持也有反制 要求北约停止东国 也要求北约不要在乌克兰部署兵力和部署武器 而俄罗斯的副外长在同日就表示 若果美国和他的盟友不取消在俄罗斯门前搞事 莫斯科不排除在古巴或委内瑞拉等拉丁美洲部署的可能性 美国就希望以外交的措施缓和局势 但是他又重申 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和他的盟友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北约的秘书长呼吁俄罗斯应该采取措施缓和乌克兰的局势 重申他们会支持乌克兰 但是表明这个并非针对俄罗斯的行为 最后邀请俄方重返北约和俄罗斯的安全理事会 今集我们讨论三方会谈底下的乌克兰局势 一个没有乌克兰的会议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郑国军博士顾问行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Hello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WetGate TV 赞订阅和留言 最重要最重要是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结果今次三场会谈最主要是讲乌克兰的危机 你认为观众要了解这件事上 我们更加要知道多些背景的资料 或者其他因素我们也考虑在哪 今次的乌克兰局势 我想有四个背景大家值得去注意一下 因为你如果比较深入去了解这四个背景 或者对乌克兰后组局势的发展 大家会看得比较痛头一点 第一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签署了一体化的协议 即是代表什么呢 俄罗斯在东欧的战略压力减轻了 令到他可以腾出一些更加多资源 去对付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样就是北溪二号的建成之后的博弈 在当中大家知道 欧洲和俄罗斯在北溪二号有共同利益 因为欧洲国家需要俄罗斯透过北溪二号向他们恭喜 但是美国是不想的 因为当俄罗斯和欧洲有这样的恭喜协议之后 其实美国对欧洲的影响是少了 美国不希望有这个情况发生 如果他不希望有这个情况发生 那就制造俄罗斯和欧洲的一个矛盾 是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就是俄罗斯对于北溪的东抗 其实已经去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而看起来 乌克兰亦都无意退让 扎连斯基是透过种种方法 希望能够加入去北洋 这件事是俄罗斯是无可能去接受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个因素 亦都会导致后来局势的发展 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最后一件事大家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俄罗斯今次为何我们感觉上比较大胆一点 其实跟中美博弈是非常有关系 因为在整个中美博弈当中 俄罗斯看到美国并没有得到任何的优势 而美国的弱势亦都是表露无为的 其实在压制中国的发展 其实是做不到什么 这件事比俄罗斯有更大的信心 认为在欧洲的战场上 美国未必那么容易占到上风 也能够更加采取一些进取的策略 去应付后来的局势 其实根本这个情况之下 根本大家的利益是无法妥协的 在一个这样的困境之中 我们要想一想 究竟真正的源头在哪里 因为所有的问题 一定要找回源头 其实这个源头 你看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 西方是步步进逼的 令到俄罗斯是完全孤立 他现在是已经逼到的地步 是他不能够不去绝地反击的 根据一个媒体报道 和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事 你会看到是什么事 在2021年12月22日的时候 普京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领导 很少发火的 他竟然这个记者会里面 真是发火 他说什么呢 他说北约是应该go to hell 我们俄罗斯是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保护自己的 于是有个记者就问 他说要求俄罗斯 可以保证不会入侵乌克兰 普京就说 西方在1990年代 通过北约东抗 导致我们苏联进一步解体 现在我们只是想确保自己的安全 所以 no 麻烦你带着这些担忧 go to hell 还有 刚刚俄罗斯修改了这个选举法 所以 总统的任期 可以再延长十几年 普京仍然是有机会继续在那里掌权 那这个就是普京所发出来的一种讯息 在这里讲回那个源头在哪里呢 我又讲一个小故事 一个媒体这样报导的 是一个美国的媒体 有一个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 他说很奇怪 他说中国竟然有银行 银行应该是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这些经济里面 在中国共产主义里面 怎可能有银行呢 因为他的印象就来自古巴 去过古巴 看到古巴很落后 所以来到中国 以为中国也很落后 你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又想一想 为什么古巴这么落后呢 我们中国就靠自己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 你看一下 过去的几百年里面 西方的强盛 全部都是靠什么呢 掠夺回来的 然后 当那些不听我说的 那些所谓的敌对的国家 全部把它封锁 就变成了阻止人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你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其实是很惨的 彭教授 你认为除了刚才杰哥所说的 就是从中美博弈之间 看到美国的弱点 所以俄罗斯有它强硬的原因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你认为为何今次普京 强硬的底气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油价上升 于是俄罗斯就不用那么惨了 经济有了底气在那里 于是他才能够可疑 绝地反击 如果不是的话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如果一直都是经济弱的 根本没有能力是他能够可以反击的 弱国无外交 更加自己本身 是没有能力去对抗西方 所以你看到说来的是什么呢 西方这些强权国家 一直压抑到这些所谓的敌对国家 令到根本台不起头来 令到人家要绝地反击 是迫不得已的 所以普京在这种情况下 我很同情他 特罗斯文明这次的会议 最主要是说危机 说到好像会打仗 但你觉得普京或者俄罗斯 在军事上是否真的会开打呢 其实我也觉得普京是 挺值得同情的 因为在整件事上 就是说三方会谈 但我的感觉是觉得 他只是被逼到 真的逼虎跳墙那只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有原因的 我们和他计算 俄罗斯前身就是苏联 其实苏联曾经试过入侵阿富汗 但是当时是无功而还的 就是回去的 他们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要入侵一个国家 你究竟需要多少资源呢 我们看看 在非北约的国家里面 如果是近俄罗斯那堆 其实最大的兵力 就是当然是俄罗斯 然后第二就是土耳其 第三就是已经是乌克兰 差多远呢 俄罗斯是差不多100万常规军 土耳其是接近40万 就是一半的俄罗斯 而乌克兰也接近30万 20几万到尾 那你要想这件事 如果大家还记得 2003年美国有侵伊拉克 当时他用了18万兵力 不要忘记的是 伊拉克人当美国来到的时候 有多少是会帮手拉起枪来对付美国人呢 当时相对是少一点的 但是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的一般市民 会拿起枪来对付俄罗斯 相对是比较高的 有一个统计就是说 每20个乌克兰人里面 会有一个拿起枪来对付俄罗斯 那就是多少人呢 乌克兰有4千几万人 4千几万人的5% 说的是200几万 200几万是一支相当大的游击队 所以俄罗斯一定会想想 我到底有没有数位 划不划算 如果你是普京 你要入侵乌克兰 你其实基本上是选兵折将的 你要去入侵这个国家为了什么呢 而事实上如果大家知道 乌克兰就好像一个橙分开两边 中间有一条列白河 分到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 俄罗斯会去到西乌克兰的机会不高 即是只是在东乌克兰 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基本上只有三个方向 一是东进去 二在下面的克里米亚向上行 三在上面的白俄罗斯向下行 直逼基座 即是直逼它搜到基座 这三个方法 你其实最近的就是白俄罗斯 但是就会将白俄罗斯牵入去 白俄罗斯未必就是 东走的话就要大军压境 一直压上去向北面的基座 又是选兵字像 在下面的克里米亚向上走的话 又是距离远的 因为你由最低走到最顶的基座 你要打到他的手刀很远 所以如果就这样看的话 我不觉得俄罗斯会有兴趣去入侵 因为你入侵的话 其实等于你户口只有十元 你去买一样八元的东西 你是分分钟 如果再加上美军在后面 假设他去帮一些 或者其他北约国家会帮一些 其实是一场打不过的仗 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 其实他没有可能想入侵的 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说呢 那就很明显了就是 俄罗斯一向被人的感觉就是 大胆子那个嘛 强悍 空悍的嘛 现在我说你空悍这个 就是你这么大只 我说他走到银行门口 不用问你一定会上打劫 每个人都相信的 你明不明白 你想像一下有个大只人 走在银行门口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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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的 我相信很多警察都会走到来抖一抖他 你还在做什么 他現在就是中這件事 美國不是大條道理說 不一定是,你從烏克蘭門口走來走去 你當然想打劫 其實他只不過是在他家門口 他只是怕美國走進去烏克蘭 烏克蘭來搞他 那為什麼烏克蘭又會變成 想搞他那個呢? 因為剛才我也說過,如果大家數一數 在非北約 又非歐盟的國家裏面 唯一烏克蘭是最大兵 還有土耳其 如果我能夠中和這個國家的話 又將這個國家 變成自己,即是據為己用的 變成北約的話 那俄羅斯那邊就很差了 因為你沒有什麼人幫你忙 只有一個相對比較遠的中國 那是不是變成,是某程度上孤立你 所以我相信他 在這個角度 美國是很想 逼到普京出兵 但是其實普京不是想出兵的 是被人逼那個 所以說三方會談 實際上就是要逼到他出兵 一路挑釁他,挑釁到他出兵 然後他就大途道理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現在我是正義之師 我走來打你 他是用這一招 所以現在這個俄羅斯大隻佬就慘了 就說他想打劫 那現在每個人就用一支槍寒著他 你想打劫嗎?我現在不讓你打劫 他說不是啊,我保在家裡而已 我後面那間不是銀行,是我的家 那他現在的問題出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軍事上 其實數一數目,我不覺得他有好處 那既然他在軍事上不有好處 他又不像是想入侵 他又有過往紀錄是入侵完之後 敗北而回的 那有什麼理由他會想這樣做呢? 你都看到美國都用18萬兵力 他如果要拿20萬兵力出來的話 他就沒有了很多了 不要忘記,2003年的美國還是維持兩支軍隊的 但是今天俄羅斯是說一支軍隊 這樣繼續下去,我覺得普京是不像想打 是被人說他想打 其實這個有點像我們中國這一邊 其實我們根本對武統台灣 暫時來說我們是不想的 但現在美國搞到這樣的時候 你逼著你將武統提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後面 其實全部都是他撩出來 逼著你,想你開第一槍 這個我覺得是很像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這一邊 南美聯盟和歐洲很相似 為什麼俄羅斯和中國拍得這麼近呢? 招數很像的 所以你看到美國搞出來的東西 整套的劇本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這件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剛才彭教授說的 在中國這邊,他就希望中國因為台灣問題 而這個影響發展 其實在歐洲這邊也都是一樣 他希望歐洲和俄羅斯的矛盾加劇 可以令到他加劇的就是 找烏克蘭問題去處理這兩者的關係 當俄羅斯和歐洲國家的關係一決裂的時候 這就是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對他來說,歐洲需要美國又多了 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力又少了 現在美國的情況是什麼呢? 他如果說正常發展 他沒有任何優勢 但是他破壞你的發展 就是最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現在他在周圍立火頭 周圍尿別人出兵 而他自己未必真的想打 而北約也都表明 不可以說我不再擴充 我不可以跟俄羅斯承諾 我不再招收新會員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普京沒有選擇 你已經把普京逼到牆角了 俄羅斯出兵 我覺得似乎是唯一的選項 但是他的出兵有兩種效果 或者我們預期會看到 第一就是烏克蘭的政權 扎蓮斯基政權被推翻 然後成立一個親俄政權 這是成本最低 而俄羅斯是最希望看到的 但是看到這個局面的機會 我覺得很小 當然是俄羅斯想要的 但是未必做到 因為現在整個烏克蘭的局勢 是反俄親美的氣氛比較濃厚 第二個選項就是 將烏克蘭一開為二 一邊就是變成親美的政權 和現在的人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 和俄羅斯比較友好的政權 甚至乎像克里米亞一樣 拼入他的版圖 令到他和北日的緩衝龍繼續在 但是這件事也會造成什麼局勢呢 就是俄羅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是和歐洲短期內沒有辦法可以改善的關係 那個決裂在當中 那個北溪二號也不會通到氣 這件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 所以現在整個局面看起來 美國在打烏克蘭牌 是利用北約打烏克蘭牌 最終美國想得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保持著美國在北約的領導地位 保持在歐洲國家的影響力 這件事是符合美國利益 但是真的是對烏克蘭來說是毀滅性的 對俄羅斯來說也是大雙元氣的 但其實傑哥啊 你有沒有懷疑這件事 美國三番四次說一句說話 令到俄羅斯我相信他會夠膽和他撐下去 他那句說話就是說 如果你夠膽打烏克蘭的話 你就會受到強烈制裁 他不是說出兵 強烈制裁 講到最後是什麼呢 如果你夠膽打烏克蘭 我就會在那裡大喊 那你就喊 其實跟剛才說的一樣 美國就是出口 大喊 我制裁你 他一制裁你的時候 北溪二號不用通了 其他歐洲國家只可以附和 因為他一制裁他就會打烏克蘭 打烏克蘭歐洲一定去幫忙 令到整個這個區域裏面 出兵那些是歐洲國家 那就是死歐洲 所以美國是犧牲了烏克蘭 犧牲了歐洲 給自己最大的利益 你想一下 如果是這樣 北約怎麼會覺得美國是龍頭呢 因為他害到他一窩足 你想一下 他一喊打架的時候 美國就尖叫 就跑了去 然後就留回來 然後打 那歐洲國家其實 如果一打完之後 他更加需要美國的保護 更加需要美國的支持 我是不喜歡你美國 但是我打完之後 我又需要你 那就是說 美國繼續在那裏扮演領導的角色 麻煩各位交保護費 這個局面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 美國的利益在當地是維持著 但是犧牲了的就是歐洲國家 包括烏克蘭 我挺同意阿傑哥說的 因為其實 普京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無路可退 因為他一退了 已經被人孤立了這麼久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直迫迫迫迫迫迫到你門口 你再不站穩的話 你根本來說真的沒有停棋 所以我覺得 又同意你說 他是很不想打 但是問題是 你不打也不行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的情況 在軍事上 他是沒有選擇的 美國說明不會出兵 但是會給你武器打他 而這個烏克蘭 又不是北約的成員 所以歐盟也沒有理由會出兵 最多在北下 尤其立喊 給多些 你們兩個打到七彩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看看 其實美國一個很重要的用心 就是 如果普京真的入侵了烏克蘭 美國最好的地方 他能夠用這個藉口 能夠對俄羅斯更加加深制裁 其中他最想做的可能是 乾脆就把俄羅斯踢出了這個金融系統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國際的錢轉來轉來都用SWIFT 而如果把俄羅斯這樣孤立 他們的經濟一定出問題 因為其實你看到現在 大家都不想用到軍事是最後的 如果能夠經濟 能夠用那個策略能夠推倒你的話 這個是上上之選 不戰而屈人之兵 所以我覺得他最好處就是這樣 然後我同意傑哥所說 在歐洲越亂的話 美國最好處 因為為什麼 其實歐洲本身已經很清楚了 對美國對歐盟的控制 最近大家可以看最新的媒體報道 歐盟拿出防禦白皮書 然後就叫做戰略羅盤 就定這個十年的方向 統一外交陣線 第一 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要將建立歐盟的軍事 因為現在全部都依靠美國 美國說 不敢出兵打 所以你想想一下 根本沒有一個自主權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美國能夠把這個地方搞亂的話 歐盟於是就不能夠團結了 於是怎樣 美國人說事了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烏克蘭這個地方會亂的話 還可以阻止中國的一帶一路 所以這個是真是一石二鳥的 還有如果這裡搞亂了之後 如果再搞多些的 可能將戰火蔓延到中東的話 還可以 所以這樣的情況 是完全可以壓制到中國崛起的趨勢 這個情況對美國是非常之有利的 但是我們從這個整個情況看到的 西方是設法至圍堵俄羅斯 和中國的策略是不變的 那麼從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 你看看當年的華沙公約組織散了之後 逼到現在俄羅斯 以前那些全部的成員 走去北約 你想想 不到你不害怕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形勢 根本慢慢會將來形成 真的會東西方對立 那會不會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害怕 但是你看看如果這樣的話 形成兩個陣型的 喂 真的有點像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前的形勢 絕不是好事 那麼 歸根結底 剛剛說了 美國才是敘灰禍首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包括俄羅斯 其實這三個國家 都是跟時間競賽 美國最不想的是什麼 就是大家和平發展 這是美國最不想的 如果每個區域裡面都是和平共存 大家都是發展好自己的經濟 那麼美國就糟了 他從以前考第一 那個會考到最後 這個是他不想 失去他現在這個主導地位 這個領導地位 他不想見到 所以他現在是每個區域都想搞亂 他 在我們台海 現在講歐洲 烏克蘭 一樣的 其實在玩同一樣東西 但是 剛剛彭教授說的 他會把俄羅斯 踢除在那個美元的交易系統 我覺得對中國來說 未必是一件壞事 可能還有一個機會 人民幣可以 成這個機會去抬頭 這件事 反而是我們一個 中國的一個機遇 這次俄羅斯 他能夠叫做比較大膽的 去跟美國 甚至乎北日去對抗的話 我覺得在某個程度上 因為中國都給了他抵氣 如果不是武力對抗 純粹是打經濟戰 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後盾 他如果有到經濟上面 你制裁我不要緊 我只要仍然和中國維持 一個更大的一個貿易 包括你說北溪以後 你不要我的氣 中國肯要的話 中國都需要的 對他來說 這個殺傷力是小的 所以他願意去 不用美元交易 我踢除你俄羅斯做美元交易 用人民幣是沒有你美元 那麼好用的 在國際上 但他沒有得選的時候 就用人民幣 和中國的貿易加強了 其實就加速了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 我覺得整件事 如果我們一起這樣看 美國現在在走的路 到底是否如其所願 我覺得未必 反而是和他想設計的道路 是背道而馳 他這樣做 只是逼到所有 這些和他意見不一致的國家 走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 另起路做 歐洲國家 你覺得他最終不知道 他們是被人擺上桌的嗎 我不相信歐洲國家 就是想和俄羅斯 與生俱來 我就是要和俄羅斯對著幹 我不認為 如果他真的想和俄羅斯對著幹 不會有北溪二號 他也是想和他有一個正常的往來 我不敢說你特別親我 但是一個正常的往來 一個正常人 都是木輪的 不想遼事鬥非 你自己在你家裡 你會不會無端端 禁你家旁邊的那個人 你又罵他一頓 你不是一個正常人的行為 除非你的仇家 就想你和你的鄰居吵 我想這個情況比較 說得通現在的局勢 所以一個正常人 如果美國沒有在這個地方搞搞陣 正常人在那個地方 是木輪的 與俄羅斯的關係 不應該搞成這樣 而烏克蘭也不會 令到兩個陣營的關係 是家劇惡化 不符合烏克蘭的國家利益 所以整件事看來 這個局勢現在搞成這樣 如果我們將美國抽離的話 這個地方是沒事的 其實你看到美國還有一件事 它是維持了全世界最多的軍隊 你看一下它的軍費 其實它自己都未必能夠負擔 所以為什麼呢 要能夠令到你一路亂的時候 它的軍隊才有用 但結果剛才說得很對的 其實所有這些變化 其實對我們中國的發展 當然是有這個壓制 也有一個幫助我們 所以為什麼 我相信中央非常之心急 是要搞好這個數字化人民幣 所以大家形成一個真真正的體驗 其實你看到報章也很多人說 基本上已經形成了一個系統 尤其最近RCEP 東南亞這一堆 已經形成了一個自由貿易區 再加上這個貨幣 基本上是慢慢的 不用怕美國那種迫白 而且如果說回剛才 就是美國為什麼要把他的照片踢出去 因為他是唯一能夠用到的方法 對經濟來說 只要能夠剪掉你 不能夠用美元的 你真的會辛苦了 但絕對不是絕望 所以為什麼大家現在尋求 這種突破的困境呢 這是很正常的 這次的會議除了俄羅斯和美國很強硬之外 另外一個強硬就是北約的秘書長斯托爾騰格 他就拒絕承諾不讓烏克蘭加進北約 你覺得為什麼這個秘書長會這麼強硬呢 這個斯托爾騰格其實他的背景很奇怪 他是一個很紅人 紅的意思是他的上半身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很重要 但是他是工黨的 左翼的 然後他就去讀經濟 然後他做首相的時候 其實這段時候就是挪威經歷幾次的恐怖襲擊 都在這段時間 挪威以前是很平靜的 他卸任首相之後 2013年卸任之後 挪威又沒事了 然後又剩下來了 我覺得有一種感覺是 就好像剛才阿傑哥所說的 其實這個人這隻棋放進歐洲做 或者放進北約去做北約的秘書長 是美國一手扶植出來 去將歐洲推去死的一節棋子 因為這個人呢 上半身和後半身 那個落差這麼大 有一個完全是共產 去到突然間變成搞經濟的人 搞軍事的人 那你想一下 他的落差給我的感覺 還要對付俄羅斯 就是說感覺就是 他應該似乎是一個極之憎恨 雖然出身是共產 馬克思主義 但是他應該是極之憎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人擺在北約去對付俄羅斯 其實是一個合理的棋子 但是就死歐洲 那你說這個人誰推上去 北約裡美國有份 加拿大有份 英國有份 那就是說這群西方的盟友 所謂就推了這一隻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你要找個開路先鋒 他要救敢死的 他要救完全是不理一切後果的 一定要推倒對方的 你看到很奇怪的 俄羅斯說 你們北約可不可以不要再擴充了 其實你想清楚 那些擴充什麼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在歐盟 而又不是北約的 其實剩下的國家不多的 全部都是小國來的 實際上最多的是 又不在北約 又不在歐盟 那就是說是什麼 他想把北約再擴充到 離開歐洲 所以才會擴充到烏克蘭 接下來可能是其他 波斯尼亞 格魯吉亞那些 他是希望去擴充那些 就是擴充那些 擴充那些 就是擴充那些 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那些 那你想想 其實他是想生到你裡面 那你想想 為什麼要這樣生呢 其實趙政你北約在自己的 意識形態裡面 你維持那些國家已經夠了 你還要放進去 其實某程度上你想吃掉它 到你吃掉它之後 你吃什麼 你沒有東西吃的 你難道吃中國嗎 又好像太遠了 你是不是要統治全世界 我唯一解釋到的 他這麼想急切地擴充 就是他一定要俄羅斯跨台 那為什麼呢 這位人兄的背景 某程度上解釋到一二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等於什麼 歐洲本來就是和美國是鄰居 美國就找鄰居去死 於是就幫他請了一個 會幫他搞塌的管家 這個就是斯托爾頓背甲 所以如果這件事 俄羅斯不死 歐洲會死 中國在遠一點 未必關我們事 所以隨便一個死 都對美國有利 所以美國是不能輸 是的 如果俄羅斯真的讓他玩 玩到瓦解也好 普京倒台也好 這個最符合美國利益 開大獎 但是我想做不到 議長他都可以的 是 俄羅斯元氣大傷 但是沒事 但是整個歐洲的國家 亂了 積弱 越來越弱 這個也都符合美國利益 跟著歐羅就玩完了 你想一下 這一堆東西 其實他要他做什麼呢 他要他死什麼呢 我們剛才教授都在說Swift 其實不可能只是對付人民幣 他不會不對付歐羅的 一樣的 你有歐羅在這裏 我為什麼想你在這裏 如果我是美縣的話 我也不想你在這裏 你想像一下 其實他真的像你說 真的沒得輸 他兩頭蛇 走著 放這個斯托爾彤貝格下去 是一石二鳥 一是俄羅斯死 一是烏克蘭 一是俄羅斯一起死 再不是 歐洲死 他也是贏 他繼續在對外隔岸官方 搖企納喊 在這裡尖叫 高聲尖叫 然後說他是怎樣 怎樣偉大的 怎樣正義的 諸如此類 其實這個整個亂局之中 最慘的是烏克蘭 烏克蘭裏面 最主要是 自己人民都分裂 一堆是親俄的 一堆是親西方的 在一個這樣的國家裏面 真的沒有辦法 可以能夠解決的 可能真的好像傑哥說 一人分一個地方去 於是怎樣分了之後 亦都會像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兩個都是對立的 變成一個國家 本身的人民分裂成這樣 其實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悲劇 所以這個亂局 真的不容易解決 今集嘉賓的討論 就不是離題了 不過就有點亂 如果你對國際局勢不了解的話 就會更加之亂 而局勢越亂 美國才可以如人得利 所以今次的亂局 與美國脫不了關係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鬱姬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一集再見